Tesla急升有什麼原因呢? 近來掌勢強勁的Tesla急升有什麼原因呢? 從基本面來看,Tesla公佈了第二季的交付新車44.4萬輛 比去年同期,雖然倒退了4.8% 但比市場預期的43.93萬輛要好 而且環比增長了15% 至於權倉位方面,看回投資者部署在Tesla的call option 壓主已經達到2021年以來最高的水平 根據彭博的報道,Tesla的call option和put option之間的premium 日價至2021年以來最大 隨著Tesla的股價在過去三個星期上漲超過三成 而從2024年4月的低點計起,更加上漲超過五成 連同最近連續7天的上升 是自去年7月以來最長的年升紀錄 配合交付兩超出月期 這樣的泡沫線上升,看起來似乎又再出現了一支大規模的sauce 由於Tesla在2024財年第二季的財報 會在7月23日公佈 加上Robotest的活動會在八月八月舉行 預料短期內會繼續成為市場一個很重要的焦點 最近的美國勞動市場數據有什麼啟示呢? 有小飛龍之稱的ADP的製報告顯示 6月的私人企業新增值為15萬個 低於市場預期的16.5萬個 較前值的15.2萬個也有所下滑 ADP的就數據已經是連續第三個月下降 而且是四個月以來最低的水平 具體來說,其實服務業再次成為一個新增職位最多的行業 裡面的酒店和休閒業表現比較好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數據出來可能會更難看 另外,看上週首次新領事業救濟人數是23.8萬人 按週增加了4000人,高個市場預期的23.5萬人 更加值得關注的是,持續失業救濟人數是185.8萬人 高個市場預期的184萬人 這是創造2021年11月20日最高的水平 表明了失業的人越來越難找到工作 綜合來說,數據也在反映美國的勞動市場持續降溫 亦是聯儲局比較希望看到的狀況 以便更好控制通脹 週五美國會公佈6月份的新增非農職位和失業率數據 如果這些數據也像之前出來的指標數據一樣低於預期的話 那9月的減息的同景可能會再一步升穩 長年期的債券是不是變得越來越受歡迎呢? 追蹤美國長債的ETF,TLT 其實上星期一錄得27億美元的資金流入 這個是創下歷史最高紀錄 而年初至今這個ETF的資金流入 亦達到44億美元 亦都創下年度最高的資金流入紀錄 雖然如此,但TLT其實年初至今大概都下跌了4% 過去四年其實都下跌了37% 而不少的投資者都期待長期債券的價格會出現一個反彈 不過內豪的地方就是 自從美國總統的大選辯論之後 社交媒體鋪天蓋地都在說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拜登 胡桃兼與無倫次 令特朗普回潮機會的呼聲越來越高 亦都令到長債息率直線上升 長債急升相似很大程度就是擔心特朗普一段回潮 對美國以至全球經濟和通脹前景帶來一個很大的明朗 實際上看回特朗普已經說過 在他未來的施政方向 重點就是打擊非法移民 同時亦都會對所有中國的貨品實施關稅 顯然對所有商品實施這些徵收關稅 肯定會刺激到通脹 而特朗普的財政立場亦都某程度會推高過通脹的預期 因為包括在經濟上升的週期中減稅 這些政績都會令人聯想到 萬一他回來的話 會是通脹假期的一個元兇 看債市的表現來看 尤其是長年期債息不斷升的話 代表市場對特朗普再次上台憂慮 已經蓋過了短期對經濟數據的影響 預計這個陰謾可能會在11月大選前持續 紀念 neighbour 入口 出口 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